补冠机的新剧《我的巴比伦恋人》 火热开播了 陈美如12岁的时候 写了一篇虚构的爱情小说 以此满足自己期待爱情的好女猩猩 女主是可爱乖巧的陈美如 男主是高贵的巴比伦王子 陈美如为了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 还给自己写了一位情敌 倾国倾城呼风唤雨的公主九天龙女 并且还给自己的闺蜜江慧珍写了一位男主 不可敌果的侍卫长欧阳文山 12年后 美如过24岁生日 没想到她日记中的人物 一起从天而降 就这么突然闯入她的生活 美如从排斥王子打扰她的生活 到真正爱上憨厚可爱的她 到最后心疼她3000年前的遭遇 王子因为太优秀 被奸人诬陷不是亲生 因此被巫师追杀 逃亡中误打误撞穿越道 现代美如非常聪明决定把王子洗刷冤屈 只是真相往往是残酷的 背后陷害造谣的人竟然是欧阳文山 王子最好的基友 欧阳文山因为比武输了怀恨在心 更不愿永久屈服王子 想借由血统之迷害死慕容杰伦 陈美如亲自揭开整件事的真相 期待后续精彩剧情